普里格金集团和邵伊古集团的权力斗争为人所熟知 这种政治博弈甚至从会议桌蔓延到了战场上 在巴赫莫特前期的战斗中 普里格金手下的瓦格纳雇佣兵团属实是出境风头 完成了索勒达尔盐矿的突破 甚至得到了普京的赞许 这出众的成绩自然招致了邵伊古集团的嫉妒 先是俄罗斯国防部出面拦走了所有的功劳 然后后来则是格拉西莫夫换下了跟瓦格纳走得更近的苏洛维京 这也就意味着瓦格纳能够获得的战役资源大幅下降 简单来说瓦格纳更加资本化的运营方式 为他的成员带来了更好的装备优势 是的 这些雇佣兵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强于正规军 他们还有着更扁平化和更灵活的指挥结构 这一点俄罗斯国防部是知道的 但他们选择尽量忽略这些雇佣兵为他们提供的战役进展 在国防部的眼里 战局的推进箭头如果不是自己插上的 那么毫无意义 更重要的并不是最终的胜利 而是战场拼杀后带来的政治利益 他们正在尽全力的不去注意到这些人 并且用自己的宣传代替这些成果 但有些时候被推到台前的人并不那么配合 在被宣传为索勒达尔盐矿征服者后 俄罗斯空降部队表示 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这里的战斗 让国防部的宣传格外难堪 但戴着蓝色贝雷帽的老实人 并不能代表部队高层的道德水准 不过瓦格纳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堆积如山的货物200就是最好的证明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 阵亡士兵数量的方程式 随着国防部和瓦格纳之间的争斗而浮动 调集给他们的战役资源 换句话说就是炮弹数量 在战场中炮兵的炮弹越少 步兵的损失就越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明 起初瓦格纳能获得的炮弹是绰绰有余的 那时候华神还是苏鲁维京 这个在叙利亚待过的前线指挥官 很了解瓦格纳的出色以及俄罗斯正规军的无能 所以他给瓦格纳提供了一切所需的资源 瓦格纳还给了他胜利 瓦格纳还给了他胜利 至少是一部分的胜利 但苏鲁维京没有误到的是 在上层人士眼中 虽然突破是很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由谁来完成 所以苏鲁维京这个在少爷谷前 唯唯诺诺的将军不得不交出指挥权 为他的政治不敏感付出代价 格拉西莫夫现在是前线总指挥 而他所代表的国防部 只有一条准则 在我的地盘得按照我的规则来比赛 当普里格金开始公开强调 或者说吹嘘瓦格纳攻击的时候 就触发了国防部的警报 如果说俄罗斯国防部愿意承认 自己在战略上的失败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承认宣传上的劣势 同样也没有人能在信息战上打赢他们 很快 瓦格纳这个名字 就在一切俄罗斯国家媒体 和他们所控制的信息源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军队如何如何 更糟糕的是 当国防部终于愿意承认作战上的问题时 他们所做的不是提高正规军的水平 而是想着如何把瓦格纳拉到和他们同一水平线 手段也很简单 既然瓦格纳是得到了炮弹才获得的成功 只需要把它炮弹供应切断 或者减少到不可接受的水准即可 国防部有着充足的理由来进行这样的陷害 在此之前 苏洛维金给瓦格纳供应了远超正规部队的弹药量 现在由于俄罗斯后勤的弹药紧缺 那么将之恢复到同一水平是必要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瓦格纳缺乏重装备 并且很难得到正规军的侧应和火力支援 所以同一水平的弹药供给即使可以满足 也是完全不够的 在瓦格纳的索勒达尔盐矿的突破 与国防部在弗洛达的惨败过后 国防部能否心平气和的达到自己承诺的标准 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瓦格纳的问题不是缺乏炮弹会带来什么后果 而是缺乏炮弹让他们无法打出结果 这就足够将普里戈金提出局了 不过这又带来一个问题 俄罗斯这个火炮大国 在战争开始一年多以后 居然还是没有跳出炮弹储量危机 如果你询问一名参见过21世纪战争的俄罗斯老兵 他肯定会告诉你炮弹总是不够用 而在叙利亚 俄罗斯军队经常会受限于资源短缺 内里的后勤反而是薄弱缓解 那么在乌克兰 事情又会有什么不同 去年6月份 俄罗斯军队用每天6万发的炮弹密度 将乌克兰军队赶出了东巴斯的前沿城区 但很快就因为无法维持炮机密度而躊躇不前 到了90月份获得了炮弹补给的乌克兰人 则像暴风一样碾压 并摧毁了没能站稳脚跟的俄罗斯人 这时候却听不到俄罗斯大炮的轰鸣声了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是如何协调自己的炮弹生产和补给呢 答案是 他们拆掉了生产炮弹的工厂 俄罗斯国营公司罗斯托克对自己管辖内的西伯利亚马士公司 进行了破产清算 将其卖给了从事住宅建设的梅卡斯LLC公司 在战争年代 西伯利亚马士工厂每年能生产1200万发炮弹 但现在它一发也没办法生产了 我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他们在战事吃紧的时候 拆掉了装甲工厂 就不会对弹药工厂下手了吗 太天真了 战场上的胜利固然重要 但无法带来利益的胜利 对于他们来说一文不值 毕竟为了全力以土地发起的战争 只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和权势的一部分 我不是造物主 没法对这些沉溺在欲望之中的人类做些什么 但坐在这里 看着他们点起的火焰 慢慢吞噬他们自己的情景 我并不讨厌